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你记在心里 对 你说的话我都会做笔记的啦 看来你听我们的播客听的还是蛮认真的 我非常认真 但是你可以说下一句话 下一句是你常说的那一句是吗 就是你跟大家说 欢迎大家在Spotify上关注我们 给我们点赞 在Podcast上关注我们给我们点赞 好吧 欢迎大家在Spotify上给我们点赞 也在Item上给我们点赞 还有在哪里可以点赞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人加入我们 成为我们的Patreon 因为加入我们的Patreon有什么好处 加入Patreon好处可多了 有什么第一 第一个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故事和故事的文本 还有解读解读的文本 就可以看到每一个故事的文本 就是你可以一边听故事 一边看故事的文本 故事是什么样子的 你可以一边听故事解读 那还可以看故事解读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如果有一个词是我们讲的 你不认识怎么办 我们还有这个词汇啊 词汇表啊 对 我们每一篇故事还有词汇的标注 那有人听完之后说 我听了但是我没有机会说话怎么办 很好的问题 星期六的时候可以来我们的Kajabi平台 参加我们的线上的聊天会 没错就是每个周六我们都会有中文口语的聊天 会和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聚在一起说话 对 还会看到我旁边这位帅气的 帅哥 聪明的英勇的 斯蒙 还可以见到他 没错没错 你说的都对 让我想起最近姥姥怎么样啊 姥姥啊 姥姥他今年八十多岁了 八十有八十五六了吧 然后因为姥爷在十一年前就去世了嘛 所以最开始姥姥他的身体还比较硬朗 他可以自己独立的生活 可以自己做饭啊 自己睡觉啊 他还有一个菜园 夏天的时候天气好了 可以去种菜什么的 都没什么问题 可是就从去年开始吧 身体大不如从前了 然后他自己在家晚上睡觉也害怕 所以其实是从去年还是前年开始 就有我的两个舅舅轮流去陪伴他睡觉 然后呢 其实从去年开始他的身体状况又差了一些 所以现在因为姥姥他有六个子女嘛 六个孩子 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 所以他们就是六个儿女轮流的去照顾他 有的像我妈是会去我的姥姥家陪他十天 对 陪他住啊 然后呢 给他做饭 洗衣服啊 收拾房间 就像我三姨的话 因为我三姨自己比较忙嘛 就是会把姥姥接到他的家里面 因为我三姨他有两个孙子要照看 所以就是一边照顾两个孙子 一边照顾姥姥 那也很辛苦啊 对 然后今年一月份开始我姥姥他有点糊涂了 就不记住就记不住别人了是吗 对 就是会常常会忘记你的名字 忘记你是谁啊 然后有的时候开始就是就说胡话 就说一些让人不知不知所云的 或者是不明白的一些 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话 就是他的一些很随便的想法是吧 也不是随便的想法 他现在应该是有点老年痴呆的症状 他就是老了 就是帕金森 帕金森对不对 帕金森综合症 对 也叫老年痴呆症嘛 对 所以是这样子的 对 所以现在呢 因为他孩子多嘛 所以是六个孩子轮流照顾他 而且六个孩子都住在同一个城镇里面 所以照顾起来还是比较的方便的 对 我觉得那一代人确实啊 就是孩子比较多 因为我想起我外公外婆 也有六个孩子 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 然后我爷爷奶奶也是有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啊 他们老的时候 基本都有儿子照顾 对 只是儿子照顾吗 对 我在我们家以前那边 对 大部分是儿子照顾 哦 是吧 因为在我们这边是轮流都要照顾的 但也看情况了 嗯 但是我想一想 你觉得到我们老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孩子啊 嗯 而且社会也变化了 也不可能让孩子照顾 对吗 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倾向于和我的孩子住在不远的地方 住在比如说同一个小镇里面 小城里面 嗯 但我不会去住在我的孩子的家里面 嗯 因为我会觉得非常的不自在 对了 嗯 我也不想给我的孩子带来太多的压力或者是烦恼 你知道吗 嗯 嗯 那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呢 就是关于一个先生 老先生 嗯 嗯 他生活里面的变化 嗯 然后他选择住进了养老院 嗯 就是面对养老的问题 可能有的人就比较坚持 啊 自己生活 住在自己家里面 有的人可能是想和孩子住在一起 嗯 还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嗯 就想住进养老院 还有的可能是自己不可以选择 没有选择 对 孩子替老人选择 孩子替老人决定住进养老院 对了 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 好不好 嗯 王老先生住进了养老院 王老先生住进了养老院 嗯 养老院是什么地方 就是人很老 老了以后 退休以后 嗯 他去生活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人给他做饭 有人给他打扫卫生 照顾他的身体 照顾他每天的起居啊 嗯 嗯 退他出去溜达溜达 是吧 嗯 对 反正他不用担心做饭的事情 也不用担心这些日常的家务 嗯 嗯 甚至可能有的老人生病了 对 需要人就是照顾的啊 对 也可以在养老院里面得到这样的照顾 是的 嗯 而且养老院还有很多别的人 跟他年纪差不多大的 别的老人 嗯 对 对 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分享一个房间呢 嗯 可能会有室友 对了 对 那我们说的这个王老先生他多大年纪了 王老先生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 哦 王老先生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 然后他现在呢 他的老伴去世了 哦 自从老伴几年前去世 他就一直独居 嗯 因为他的老伴几年前死了 几年前去世了 所以呢 他一个人住 所以一个人住叫 独居 独居 独是单独 独自 一个人 居是居住 住 一个人住叫独居 嗯 所以是 老伴 老伴是王老先生的妻子 对不对 对了 嗯 因为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年纪大的人呢 就是另一伴 夫妻叫做老伴 对了 嗯 在我们也会说 老来伴是吧 说吗 嗯 好像听过 但是可能用的比较少吧 嗯 但如果是一对老人 然后你想说这个 爷爷的另一伴 你可以就说老伴 嗯 因为我们学过伙伴 对不对 嗯 对 就是老的时候 跟你一起生活的那个人 就是你的老伴 对 伴嘛 就是陪伴 对 嗯 陪伴你的那个人 和你在一起生活的那个人 嗯 嗯 你也可以说伴 对 嗯 比如说 哎 我今天想去逛街 嗯 我想找个伴 跟我一起去 找个人跟我一起去 找个人陪我一起去 嗯 嗯 那他的身体怎么样 王老先生身体还算硬朗 哦 他的身体还不错 嗯 硬朗就是体格挺好的 很健康 感觉很有力气 是吗 也没生病 没错 嗯 所以硬朗这个词就是健康 身体不错的意思 嗯 一般是形容老人的 嗯 嗯 王老先生身体还算硬朗 嗯 所以他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做饭 打扫卫生都不成问题 哦 他可以自己做饭 他也可以自己打扫卫生 嗯 对呀 做饭 打扫卫生都可以 做饭 打扫卫生都不成问题 嗯 都不是一个问题 嗯 那他的孩子怎么想呢 嗯 嗯 虽然啊 他身体硬朗 做饭 打扫卫生都不成问题 但是 嗯 但是 他的儿女们 还是放心不下 哦 哦 爸爸一个人住 哎呀 如果他摔倒怎么办 对 如果他生病了 没有人知道怎么办 对了 哦 不行 爸爸不可以一个人住 对 可 可尽管如此 儿女们 还是 放心不下 嗯 总想 让爸爸来 跟他们 一起住 嗯 嗯 哎 这么晚你别出去了 你一个人出去 我放心不下 哦 对 这晚上九点半了 太晚了 对 就是你很担心我 嗯 哎 什么 你说你要一个人去登山 对 算了算了 你不要一个人去 你一个人去 我放心不下 万一遇到大黑熊 给你拍了 怎么办 你怕大黑熊吃了我是吗 对啊 那不用怕 我爸爸 啊 这个 安全不成问题 哦 所以你是说 你一个人去 安全不会是一个问题 对 你不怕安全 我会带着一根 木棍 如果 大黑熊看到我 我就跟他打架 我觉得你带把枪 还行 带把枪肯定不成问题 但木棍 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 或者我带个手机 你带手机干嘛呢 如果大黑熊看到 我就把手机给他 让他去玩手机 玩游戏去 所以 他的身体还不错 他可以做饭 可以打扫卫生 但是呢 就是这样 他的孩子们 还是很担心他 想让爸爸来 跟他们一起住 对 这里面说了 尽管如此 尽管就是 但是的意思 对 如此 就是这样 这样就是 王老先生 身体硬朗 对 可以做饭 可以打扫卫生 对 虽然他可以这样子做 但是儿女们 还是放心不下 可尽管如此 儿女们 还是放心不下 总想让爸爸 来跟他们 一起住 爸 您住在这儿 多不方便啊 来我们那儿 孩子们 也能多照顾您 这是女儿 跟他说的话是吗 对啊 多好的女儿啊 你知道吗 我想起我外公外婆 以前在世的时候 他的孩子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跟我外公外婆说的 但是他们都不愿意 不愿意跟孩子住 因为我记得 你的外公外婆 是住在乡下农村 是吧 对 住在乡下 那儿的交通条件 其实特别的不方便 要是有一个 什么紧急的状况的话 都找不到车子的 对 因为他不会开车 对而且我记得买菜什么的 也非常的不方便 他自己种菜 自己种菜 但是肉的话可能是 冰箱都有 冰箱也 对都冷冻的 那也挺方便的 对 需要菜去菜圆拔 然后需要肉冰箱里拿 对 其实对于我 我以前我外公在世的时候 我经常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不去城市里面住 他觉得城市的空间太小了 你知道吗 那倒是 而且他觉得很不方便 有时候比如一个东西弄脏了 他在家 他可以现在不弄 不收拾也没关系 他可以累了 他可以休息一下 但是如果他去了孩子家 因为老人嘛 对 你吃的东西和孩子吃的也不一样 因为你可能吃不了非常硬的东西 所以他觉得 如果他去孩子家住的话 孩子做的 做饭可能会更加麻烦 他觉得不好意思 是的 其实那个对他来说 才是更不方便的 对 所以对于他来说 在老家 在乡下住 是最方便的 他可以不用再早晨七点起床 对 没错 而且也不用 比如说 累的时候 一定要吃饭 他可以多睡一会儿 其实我觉得呀 这个老人所说的方便 和孩子们所说的方便 其实不是一种方便 对 他们对方便的理解 其实不同 是的 所以这里 王老先生的女儿 总是劝他 劝 就是让一个人 做一个事情 是吗 说一句话 让一个人 做一个你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 什么 咱们晚上去吃火锅吧 楼下那火锅店 特别好吃 一个人就一百 可便宜了 别去 一百块钱 太贵了 我们去隔壁的 那个八十八的 隔壁是吃海底 八十八 好啊 你就听我的劝吧 好好好 行 那便宜不少呢 对 省下来二十四块钱 还能 还能买个喝的 一百减八十八 等于多少 十二啊 两个人二十四对吗 对啊 哎呀 你想得真抽到 所以他的孩子 总是劝他的爸爸 劝王老先生 是吗 跟他们一起住 但是王老先生 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他呀 不听劝 不听女儿的劝告 他说 不用 你们工作压力那么大 再照顾我 哪吃的消 我这样挺好的 啊 王老先生 他说 不用 我不用去你们那儿住的 因为你们的工作压力很大 如果我去你们那儿住的话 你们还要照顾我 那不是太累了吗 对啊 那对你们来说 你们能做到吗 你们会太辛苦呀 你们会太累的 你们不可以 接受这样的生活的 嗯 你会吃不消的 对 那吃的消 哪里吃的消 怎么会吃的消 怎么可以做出来呢 对吗 哎呀 我跟你讲 我最近的生活压力太大了 为什么 不仅996 嗯 而且呢 还要和公司的同事住在一起 哎呀 不能回家 哎呦 这样的生活我真的是吃不消 你知道吗 我最近都病了 而且中午吃泡面是吗 对啊 对啊 这真的是吃不消 哎呀 因为我年纪大了 所以这种工作压力我承担不了 我最近已经病了 哦 真是吃不消 那那哪吃的消 嗯 吃不消 嗯 哎我听说你和你妻子两个人带孩子 对 白天还要上班 是啊 没有别人帮忙 没有 能吃的消吗 哎呀 吃不消 但也没有别的办法 哦 嗯 所以如果王老先生的女儿除了工作以外 还要照顾他的爸爸 他能吃的消吗 啊 王老先生觉得孩子吃不消 嗯 所以这个吃的消啊 它表面的意思是吃了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可以在肚子里消化 嗯 然后变成这个臭臭对不对 对 所以就吃的消 就是说这件事情你做 做了以后呢 是可以的 对你没有伤害的 对了 你可以再做 嗯 但是如果是这件事情你做了 你觉得 有很多的伤害 你不可以接着做了 这个叫吃不消 对了 嗯 哎 嗯 你白天要工作 晚上下班了以后还要学习中文 而且一天要学习两个小时 挺多的 你能吃的消吗 哦 能吃的消 因为我非常喜欢学中文呢 哦 你非常热爱是吧 对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可以吃的消 很开心 那挺好的 嗯 所以王老先生 跟他的孩子说了这样的话 他做什么呢 他怎么跟他的孩子说这句话的呢 所以啊 王老先生总是摆摆手 不用了 不用了 哎呀 不用 不用去你那儿住的 嗯 因为很不方便 嗯 而且你们工作压力那么大 嗯 在照顾我 哪吃的消 嗯 所以摆摆手就是说 不用 说不的意思 摆摆手 你知道听这个 摆摆手 想起谁吗 谁啊 想起老爷 哦 对 他说话的时候就是 如果他说不的时候 他就是一边说 不用不用 一边摆摆手 对 不用不用不用 嗯 嗯 可是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可前几天发生的事 让王老先生动摇了他的想法 哦 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情 嗯 这个事情让王老先生改变了他的想法 对了 嗯 他以前觉得他不需要去儿女家住 对 可是现在他的想法不一样了 改变了 动摇了 嗯 嗯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在家不小心摔了一跤 哎呦 他在家里怎么了 摔了一跤 哦 他在家不小心摔了一跤 嗯 你知道这个老人最怕摔跤了 对了 嗯 最怕摔倒了 对 我奶奶他就是快90岁的时候 嗯 嗯 他去 他爬到一个地方啊 因为他想把那个衣服拿下来 嗯 从阳台上拿下来 然后可是下来的时候就 摔了一跤 哎呦 然后之后他的那个盆骨就碎了 嗯 然后后来去手术啊什么的 就非常非常辛苦的 对 嗯 所以他在家不小心摔倒了 摔了一跤 对 然后有别人帮到他了吗 有人在家吗 嗯 没有人在家 因为他是独居嘛 哦 对王老先生 独居 还好这个事情后来被邻居发现了 他的邻居知道了 邻居什么时候发现的 哎 他在 王老先生他躺在地上好几个小时 邻居才发现的 哦 他在家不小心摔了一跤 躺在地上好几个小时 才被邻居发现 对啊 嗯 哎呀 所以这件事情想想不是很可怕吗 很让人担心 万一邻居没有发现呢 对不对 对啊 这件事也让儿女们更加担心 对啊 之前儿女们是放不下心 不放心 现在他们更担心了 对 之前他们放心不下 他现在他们更担心了 那 他们说了什么话呢 爸 要不您还是考虑一下养老院吧 嗯 爸 要不您还是考虑一下什么 养老院 爸 要不您还是考虑一下养老院吧 为什么呢 现在养老院设备齐全 现在养老院怎么了 设备齐全 现在养老院设备齐全 什么都有 哦 就是比如说如果你生病了 他们可能也有设备是吧 还是什么 可能有护士帮忙啊 嗯 然后可能有篮球场啊 嗯 也有食堂吃饭的地方 还有读书的地方 看报纸的地方 然后每个老人可能有自己的厕所 嗯 可以洗澡的地方 嗯 所以现在养老院设备齐全 服务也好 对了 嗯 设备 比如说我们做听故事说中文 要有一些设备 对 我们需要有录音的设备 嗯 麦克风 对了 我们也要有电脑 嗯 耳机 是吧 这都是我们的设备 对了 比如说打球要有打球的设备 嗯 需要有 打篮球需要什么设备 篮球场 还有篮球鞋和篮球是吧 对 嗯 这些都是设备 那个是装备吧 哦 装备 装备 篮球衣和篮球鞋是装备 对了 但是需要篮球场作为一个设备 对 我们会说一个好的学校有很好的设备 对吗 嗯 一个好的学校里面有什么设备呢 大的足球场 嗯 一个大的图书馆 嗯 还有 有很多电脑 对吗 有很多 这都是设备 嗯 嗯 那这个养老院的设备怎么样 齐全啊 哦 什么都有 嗯 齐全 嗯 该有的都有 对了 嗯 服务怎么样 服务也好 哦 爸 那要不您还是考虑一下养老院吧 现在养老院设备齐全 服务也好 嗯 这个话是谁说的 儿子 嗯 儿子这次的话里带了些恳求 哦 因为儿子想 你不想来我们家住 那你 那不是 是女儿让他去 对 家里 对 但是我觉得可能儿子也有这样的 也问过你知道吗 对 对 儿子的话里带了恳求 恳求就是求的意思 哎呀 求求你了 爸 要不你还是考虑一下养老院吧 儿子怎么不让他爸去他家住啊 因为家里有媳妇 媳妇说不行 媳妇可能不喜欢 哦 所以儿子直接说 那你想一想 去养老院住怎么样呢 考虑一下 嗯 听说你们公司最近在招人 是啊 在招经理 对 专门管我的那个 考虑考虑考虑一下我啊 我觉得我可以 那你得问我们大头 问我们老板 你帮我把简历递给他 好 把你简历给我吧 好 我问一下 我觉得我们老板会认真考虑的 考虑考虑啊 嗯 没问题的 哎 我怎么说没问题啊 所以啊 这次事情 他在家里摔了一跤 所以孩子更加担心了 所以儿子说 儿子恳求他 嗯 说爸 你考虑一下养老院吧 对啊 嗯 而且 他说养老院 现在设备齐全 服务也好 嗯 那王老先生是怎么想的呢 唉 王老先生叹了一口气 唉 他也知道自己的倔强 让孩子们担心 哦 他也知道自己的什么 让孩子们担心 自己的倔强啊 不去 老板手 就是不去 我就要自己在家住 对啊 这个叫倔强 嗯 你觉得你是一个倔强的人吗 我是一个很倔强的人 啊 我不是很容易的听别人的劝说 嗯 别人劝你 你一般会不听 别人劝我可能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嗯 我不会轻易的改变自己的想法 真的吗 嗯 哦 对 嗯 我记得有一个俗语是说 他很酱 嗯 酱的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哦 他很倔 他很酱 对 酱的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就如果他决定了他 他决定了做那个那件事 你找石头牛去把它拉回来 对 不会回来的 嗯 因为他坚持认定了 就一定要做 嗯 你觉得你是一个倔强的人吗 一个这样的人 我觉得我不是 嗯 我觉得要看事而已 是吧 嗯 对 因为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 你的想法跟我想法是不一样的 嗯 在我觉得在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事情上 你非常倔强 啊 但有一些你无所谓的事情 你不会倔强 嗯 什么事情我无所谓 就是 就是和你关系不大 哦 就比如说家里面买什么东西啊 你这个没有倔强 对 嗯 但是设计到 嗯 不说不说了 不说了 不要让别人知道 好 听故事说中文 听得越多 说得越好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可以在iTunes上给我们写好评 可以在Spotify上给我们五星的好评 嗯 你也可以成为我们的Patreon 帮我们把听故事说中文 做成世界上最好的中文播客 这个是节目中间穿插的广告吗 哈哈 没错 嗯 因为我很倔强 对对 没事 反正我已经忘了我刚才要说什么了 对对对 对 你就说我很帅 这广告我完全忘记了 哎 你很帅 对对 但是啊 王老先生 他的心理是怎么想的 其实呀 他心里对养老院挺抗拒的 什么 他心里对养老院挺抗拒的 他心里对养老院挺抗拒的 你觉得抗拒什么意思 是说他喜欢养老院还是不喜欢养老院 不喜欢不喜欢 对啊 所以是其实嘛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不想去 嗯 他挺抗拒的 抗拒就是不想接受 不喜欢 嗯 所以是抗拒 对 嗯 为什么他对养 他心里对养老院抗拒呢 因为以前在公园散步 嗯 总听其他老人抱怨 养老院的饭菜不好 护工没耐心 嗯 哦 他以前在公园散步 他听到了 他总是听到别的老人 说这样的话 对啊 别的老人讲养老院 这儿不好啊 那儿不好啊 哎呀 养老院饭菜不好吃 哎呀 养老院的护工也没有耐心 嗯 什么是护工啊 嗯 就是帮助那些老人的人啊 就照顾老人的这些工 对啊 嗯 这些 这些员工 是吗 嗯 对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中国人 然后他老公是美国人嘛 嗯 然后他最近就是和他老公一起从中国搬到美国来了 嗯 然后因为他在国内的时候不是做啊 是是做教育的 嗯 然后但是来美国以后他完全转行了 嗯 他现在就在养老院做护工 哦 对了 然后以后他要做一个护士 嗯 太厉害了 先从护工做起 对了 嗯 也是在养老院 哦 所以啊 所以他当时很担心 对不对 对呀 嗯 他说什么 难道我自己以后也要过那样的生活吗 难道我自己也要去养老院吗 嗯 饭菜不好 护工对我也不好 还要看护工的颜色 对 嗯 那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 对吗 对 如果是你呢 我觉得 啊 我觉得要看我自己的身体怎么样 你知道吗 那倒是 我要看我是怎么摔倒 如果是我自己不小心啊 嗯 我的身体没问题的话 我可能还是自己住 我也是 对 对 但是如果说 完全看身体给你发出的信号 对不对 对 如果我知道我的身体不好 那我可能就想啊 那我还得去养老院吧 对 其实人老了的话 嗯 选择越来越少 对啊 嗯 可思来想去 王老先生最后还是答应了 所以王老先生最后答应去养老院了 对 可是答应之前他想了很久吗 还是没有想 他想了很长时间 这个叫做 思来想去 嗯 还有一个词是左思右想 对了 嗯 他最后怎么样呢 他想啊 与其让孩子们天天提心吊胆 还不如把生活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嗯 与其让孩子们天天提心吊胆 嗯 还不如把生活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嗯 这句话有点长有点难哦 嗯 我们先说第一个 与其什么什么 不如什么什么 对了 嗯 与其的后面说的应该是现在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现在做的选择 嗯 不如的后面说的是也许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 对了 与其A不如B 嗯 哎呀 你这孩子每天在家打游戏 打游戏怎么了 打游戏好玩啊 我喜欢 都十五岁了 与其每天在家打游戏 不如 去外面打游戏 不如多读一会儿书 哼 所以他觉得读书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没错了 与其打游戏不如读书 读一会儿书 对了 对了 与其每天在家打游戏不如多读一会儿书 你别哭了 你吃什么呀 这薯片真好吃 你吃什么 这薯片太好吃了 哎呀 薯片 哎呀 不健康 我告诉你 与其吃薯片 不如吃个苹果 嗯 所以他觉得我吃薯片不是最好的选择 吃苹果是更好的选择 因为苹果比薯片健康 嗯 哎呀 今天天气太冷啊 哎呀 这个天怎么这么冷啊 昨天还很暖和呢 哎呀 这个破天气 哎呀 别抱怨了 与其抱怨天气冷 不如多加一件衣服 哦 就是啊 你抱怨天气冷 不会有什么变化 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更好的选择是 多穿一件衣服 没错 嗯 所以是与其不如 嗯 那王老先生 他的想法是什么呢 他为什么答应了呢 与其让孩子们天天提心吊胆 这个提心吊胆就是担心 放心不下的意思 嗯 现在他的孩子啊 每天都为了他的事情提心吊胆 对啊 王老先生觉得这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是的 所以是与其让孩子们天天提心吊胆 还不如 把生活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嗯 所以他觉得自己去养老院可能更好一点 嗯 自己选择去养老院 对 这样孩子们也不会担心 嗯 嗯 那 王老先生去了什么养老院呢 他怎么选择呢 选养老院的时候 王老先生没让儿女操心 哦 所以他自己选择的 自己选的 嗯 他亲自挑了处离家不远的小型养老院 哦 选养老院的时候 王老先生没让儿女操心 嗯 而是亲自挑了处离家不远的小型养老院 嗯 搬家的那天 他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哦 搬家的那一天 他的心里面还是有点担心 有点放不下 嗯 心里七上八下的 嗯 忐忑就是紧张的意思 对 什么时候你会很忐忑呢 我看到你的时候会很忐忑呀 为什么 有你喜欢我 因为你总说 与其吃薯片不吃个苹果 啊 所以你非常想吃薯片是吗 对呀 哎呦 所以我看到你太忐忑了 你知道我 你多想了吧 对啊 你是不是觉得你太帅了 所以我看到你总是心里忐忑 听故事说中文 听得越多说得越好 嗯 所以王老先生在搬家那天 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没错 嗯 他去了养老院 他看到养老院怎么样呢 嗯 但养老院的环境 比他想象中要好得多 嗯 哪里好 啊 有几个地方都很好 第一个 房间很好 什么样的房间 宽敞 明亮的房间 哦 又大又亮 对了 又大又干净 阳光也好 对 宽敞就是空间很大 对 明亮就是可能光线很好 对了 嗯 这是第一个 不黑 什么样的房间 嗯 第二个 第二个 和蔼的护工 什么样的护工 和蔼 和蔼 很矮呀 长得矮 不是 这个和蔼就是 很亲切 对老人很有耐心 哎 王先生你好 欢迎您住到儒家养老院 哎呀 我是您的护工 嘿 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啊 你觉得我和蔼不和蔼 我觉得你非常和蔼 嗯 王老头 进来 这是你的床 你觉得我和蔼不和蔼 你不和蔼 我不要住在这里 嗯 这是第二个 还有呢 还有几个看起来很健谈的室友 哎 哥们 过来吧 咱一起玩 打麻将 撮会麻将 哎哥们 你从哪来的 对 我觉得 你说话很有意思 我健谈吗 你很健谈 哎呀 你说咱们今晚吃什么 是吃牛肉面的 还是吃火锅呢 你要如果真吃牛肉面的话 吃辣的还是不吃辣的 要吃火锅呢 你想吃什么什么火锅 你在干嘛 我很健谈 你是健谈还是气啊 你就觉得我很奇怪 是吗 健谈的意思就是说 很喜欢聊天 聊到一个话题就 不能停下来 不能停下来 对 这个叫健谈 嗯 这个人很健谈 我觉得你平时就是一个很健谈的人 我感觉好像不是一个好的词语 我没有说你是一个很健的人 我说你是一个很健谈的人 我是一个很健康的人 弹我喜欢 我又不会弹钢琴 但是健谈就是说 一个人对一个话题 有很多的知识 很喜欢聊天的意思 嗯 我就不是一个健谈的人 是吗 我觉得 我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 我觉得 也比较和蔼 真的吗 我觉得你吃薯片的时候很和蔼 也很忐忑好吗 没错 所以后来他的生活怎么样呢 刚开始王老先生的生活和独居 没什么太大差别 哦 刚开始他的生活和自己住 他在养老院的生活和他以前独居 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是一样的 嗯 差别是不同的意思 对了 没有太大差别 没有太大的不同 对 就是变化不大 可没过多久 他就体会到了养老院的好处 什么 过了很长时间吗 没过很长时间 哦 可没过多久 他发现了什么 养老院的好处 他就体会到了养老院的好处 嗯 是独居没有的好处 嗯 那说一说 有什么好的地方 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里面我要用 除了什么什么以外还 嗯 就是不但有A还有B 除了什么什么还 成为听故事说中文的会员 除了可以得到我们的文本 嗯 以外还可以参加我们星期六的线上聊天活动 对了 除了可以看每一个故事的文本 还可以参加我们周六的线上聊天 嗯 除了练习你的说话以外 还可以练习你的听力 没错 除了可以练习你的听力以外 还可以练习你的汉字 嗯 嗯 没错 阅读 你知道吗 明天是我生日 嗯 明天是我生日 嗯 你生日啊 你不是说要送我生日礼物吗 哦 好吧 除了送你生日礼物 我还想请你吃饭 哎呀太好了 哎呀大家听到了我生日 他除了送我礼物 嗯 还要请我吃饭 没错 嗯 你最近去的那个餐厅 你好像很喜欢哦 对啊 那家餐厅除了味道好以外 还很便宜 哦 所以那家餐厅除了饭菜的味道很好 嗯 以外服务还特别好 没有说服务好 说便宜 哦 价格还便宜 明天就带你去那吃 哦 那礼物去哪买啊 除了给你过生日以外 还能省点钱 哈哈 那礼物呢 不是去到那儿吃一买吧 礼物啊 嗯 礼物我自己做一个嘛 你做个卡片 除了省点钱以外 还可以给你带来生日的祝福 哦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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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所以在王老先生的养老院 除了有人嘘寒问暖 照顾起居之外 他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啊 除了什么什么以外 他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嗯 对所以有人嘘寒问暖 就问你啊 王先生今天怎么样 嗯 今天冷不冷 嗯 需不需要加一件衣服 嗯 是吗 哎 你好像感冒了 多喝点热水吧 嗯 我给你送个鸡汤来怎么样 好啊好啊 哎 你今天看起来好像脸色不太好 你还好吗 今天有点累 嗯 所以这个是嘘寒问暖 嗯 就是 它是一个成语哦 它的意思是别人对你很关心的 问候你 对 嗯 嘘寒问暖 嗯 除了有人嘘寒问暖之 照顾起居之外 嗯 他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对了 嗯 这个起居就是他平常的生活 对不对 对 嗯 就是吃饭呀 然后还有什么 一室住行 对 嗯 大家一起聊天 打牌下象棋 日子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哦 这些人一起做什么 聊天啊 打牌啊 下象棋啊 哦 他们一起聊天 一起打麻将 嗯 一起下象棋 嗯 那这个日子很好啊 对啊 以前他独居啊 就是每天自己一个人嘛 就很冷清 很寂寞 很无聊 很单调 对了 嗯 现在就很热闹了 因为人多 人气旺了 有很多别的事情可以做了 嗯 他说你是更喜欢安静 还是更喜欢热闹呢 我觉得我有喜欢安静的时候 嗯 我有喜欢热闹的时候 没错 我也是 那你觉得你是喜欢安静更多 还是喜欢热闹更多 安静 嗯 然后偶尔热闹一下 对 我也是 嗯 怪不得你这么喜欢我 我觉得你这个人本身就挺热闹的 因为你很健 谈 好吧 我觉得你不健谈 但是呢 有时候你喜欢热闹 嗯 我有时候喜欢热闹 对 但是我非常喜欢你经常对我嘘寒问暖 嗯 然后照顾我的起居 嗯 让我体会到了养老 不是养老院的好处 你哪有问题吗 为什么我要对你嘘寒问暖 我要照顾你起居啊 因为你喜欢我呀 嗯 你觉得女性一定要照顾男性的起居吗 不是不是 我也可以照顾你了 嗯 所以啊 他们现在可以一起聊天 一起打牌 一起下象棋 日子很热闹 对吗 那他还做了什么 还有什么好处啊 更重要的是 还有更重要的 嗯 什么事情 王老先生在养老院里 怎么了年轻时的爱好 重拾 王老先生在养老院里重拾了年轻时的爱好 十个 不是九个 不是 这个十是捡起来的意思 哦 所以重拾 就是重新捡起来 嗯 再一次开始 对了 嗯 所以年轻的时候 王老先生喜欢做什么 喜欢写作呀 哦 那现在他在养老院里 重新捡起来了 他年轻时候的 嗯 喜欢做的事情 对了 嗯 因为很多人后来因为生活忙碌的原因 嗯 就没有时间再做那些年轻时候喜欢做的事情了 嗯 然后可能有一天退休了 老了 然后说 哎呀 想当年啊 我十五岁那会儿 特别喜欢做这个 对 哎呀 我现在再试一试吧 对 这个就叫重拾 没错 嗯 哎那你就是 儿时那会儿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爱好 有啊 后来因为生活的原因没有在做的 我知道你的爱好 什么 打鱼摸虾 抓鱼摸虾 抓鱼摸虾 那不是爱好 爬树偷逃 我说的对吧 对 嗯 可是估计你老的时候也不能重拾这些爱好 这都是很危险的 做渔民是吗 嗯 好吧 那游放牛吧 嗯 可以 这个可以 对啊 可以找一个农场 嗯 养牛是吗 对啊 现在还是 还是放牛啊 对啊 那他重拾了年轻时的爱好写作 那他怎么写呢 他经常把自己的见闻和感悟写成小文章 发在朋友圈 什么什么 再说一次 他在朋友圈里发他写的一些东西 哦 他把什么东西写出来呢 他的见闻和感悟啊 哦 他可能去了一个地方 嗯 把他看到的东西和听到的东西写下来 把他看到的和他感受到的写下来 嗯 感悟就是他心里面想到的 嗯 写成了小文章 发在什么地方 发在朋友圈 那我知道王老先生用微信 嗯 是吗 对啊 嗯 而且他还知道怎么把这个文章放在朋友圈里 对了 很厉害 估计也是他的养老院的这些哥们告诉他的 没错 嗯 那他的孩子们什么想法呢 看到老爸找到了充实的生活 嗯 儿女们这才真正放下心来 看到老爸 老爸 老爸 就是他的爸爸 对不对 嗯 找到了充实的生活 嗯 什么是充实的生活 就是每天忙忙碌碌的 有很多事情做 哦 没有时间自己胡思乱想 对 就是有很多事情 比如说他们可以一起打 一起打牌啊 一起这个下象棋啊 嗯 一起聊天啊 然后写作呀 对啊 所以很充实 有很多事情做 对 嗯 就像我们每天的生活一样 非常的充实 你的生活为什么充实 你的生活不就吃薯片吗 嗯 这个薯片 算是算是吃薯片 但你要现在买薯片的钱 是哪来的 对不对 哦 对了 那都是我用充实的生活赚来的嘛 没错 因为你每天早晨 你要很早的起床 嗯 让我们送孩子去学校 然后去工作 对 工作回来 晚上还得做饭 做饭 带孩子睡觉 对 嗯 也是很充实 你觉得什么事情 会让你的生活更加充实 更加充实啊 嗯 嗯 会让我的生活 我觉得我已经很充实了 怎么还会来的更加充实啊 我觉得 我知道了 就是睡觉之前在录过播客吗 不是 你想说这个吗 不是 我是说你可以和朋友去聊天 打牌下下期 那是我老年的日子吧 那现在呢 现在没有时间 哦 对了 所以他的儿女们 这才真正放下心来 嗯 他们以前放心不下 对不对 以前是放心不下 对啊 很操心 想让爸爸跟他们住 但是爸爸不愿意 所以他们放心不下 现在可以放120个心了 对了 放下心来 没错 好了 故事讲完了 听故事说中文 听得越多 说得越好 这里是故事解读 解读故事 王老先生住进了养老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你们可以做什么 欢迎您在iTunes上 Spotify上 给我们点赞 写好评 也欢迎你把我们的故事分享 给我们的播客 分享给你的同学老师 家人和朋友 对 分享给你的老师 你的同学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然后 还有呢 我们得到的好评越多 世界上就有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听故事说中文 这个节目 没错 那我们也欢迎大家 成为我们的Patreon 帮我们把听故事说中文 做成世界上最好的 最好的 最好的博客 没错 那 我们下次再听 下次再听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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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